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其實大概在 我現在算起來六年前吧 六七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得了所謂的 零八癌 零八腫瘤 第幾期 第一期 OK 從哪裡開始 那時候從在 我那時候從 屬西部 然後那時候大概做了治療 大概做三十次左右 你說做化療嗎 做放射器 放射器 你有做化療 沒有做化療 OK 對 所以然後 那所以我運氣算滿好的 因為滿早發現的 身體上的壓力 我覺得還是小的 心理上的壓力 那無限之沉重 你首先第一 譬如說怎麼會是我 對不對 然後第二 會死嗎 那第三是說 這個要 我這個工作怎麼辦 這一些 一直到最後 你說你就坦然接受 我說好吧 那就是手術嘛 不然就是放療 不然就是化療嘛 對不對 你就最後就是接受 那照顧你最多 像一定是老婆嘛對不對 所以老婆如果說之後說 你不要再亂買 有效嗎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其實我不是亂買 我是很認真 對 認真的黑白買 因為我是一個有聰明的人 我想要學習當一個聰明的人 這樣 你會有更聰明 更健康 更勇敢 我幫你看過這幾件東西 都沒有一件是亂買的 真的 他亂買都不敢帶來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 師母在旁邊講話 那個 那個真的是勸不聽 姐 我講一句話 你都會理解 他為什麼會提結 他為什麼會理解我 為什麼 亂買 總比亂生好 全世界的老婆們 在這一刻突然都得到釋放 對 我突然也覺得我老公亂買 OK耶 OK耶 對 是這樣喔 有效 有道理喔 所以當初我知道 為了這個寶物 他真的是跟你 就是真的翻臉 翻到一個 我這一個 我跟你講 這一個 我的人生真的改變了 是 我的整個經濟狀態就改變了 嗯 真的 想要知道為什麼 我想先看是什麼 你再告訴我 到底怎麼會犯這個 滔天打 你打開之後 就有一次 是一隻招財貓 哈囉 真的氣炸 恐怖 真的 很厲害 而且是 國際級的 國際知名 國際的 遠渡重陽來看 而且它是 我覺得是 非常 Only One Only One 我們先來看一下 再來講它怎麼到手 好不好 來 你自己開來囉 好不好 來 這個我有點害怕 來 藍波老師 三 二 一 打開是什麼 我看一下 我慢慢抽 我很緊張 我拍出來的叫 哇 OK 這個 又花這麼多 Batman 幾十萬的 這是 我 一個什麼道理 通常 女生都會不懂這件事情 對 對 因為我看三創什麼也都有 每一個人生 我去逛三創有啊 有沒有 那種模型公宅店啊 妳講了三創 但是妳現在講的話 在我內心造成重創 好 不好意思喔 三創 碰 碰 沒有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就是說 就是每一個內心中 你知道 你知道那時候 蝙蝠俠是一個 是 像神一般的英雄 對 他跟我的職業太像 都晚上出去 晚上 有人叫就出去 對 他跟我的工作太像了 對 而且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有一次我 那時候很早以前 我跟我的朋友去美國 然後我們去逛街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去 因為我的朋友 我的那個朋友買 其實買得更多 然後 但是你知道 你朋友去買 你多少就是想要 也是要買一下嘛 然後他也蒐集了很多 心戰的東西 也蒐集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剛好去 是那種所謂的電影 那個我們去那個 就有一個大盤商 它是一個 電影的道具收藏者 它有一些是收藏不賣的 它有一些是可以賣的 好萊塢的 對 好萊塢 而且它是收的 都是所謂地裡面的 使用過的東西 然後我們去看的時候 就剛好看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特別 然後最特別的地方 你看它這個是臉 它臉就是 那是 它是蝙蝠俠第三集 那時候的主角 還是方積墨 它是直接從 這個特別的地方是 它其實是 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 電影製作的 一個樣本 所有的身上的這些 所謂套件跟它的頭套 都要依照這個來製作 它等於是一個工模 然後所以 它當初這個裡面的臉 可以看到裡面的臉 跟膚子毛細口 這個就是方積墨 這個一九九五年 在蝙蝠俠第三集要拍的時候 方積墨被找來演蝙蝠俠 對 這個方積墨 他這一次擔任這個 這個男主角非常成功 當天就在定裝的時候 定裝的時候 就用石膏膜 再人喔 人 就本人 再用石膏膜套一遍 把它的臉做出來 然後打開 對 然後就做成一個這個 然後這個是一個玻璃纖維 真的耶 玻璃纖維 裡面還能看到 這玻璃纖維做的 所以這是人工做的 是 所以說你到外面去買 這個Badman的這個 一個一些商品 沒有一個是有臉的 而且那時候很特別是 你知道嗎 我們光去美國 這個一個月之內的時間 去拜訪了這個人三次 他不賣 他開價多少他不賣 我們跑了三次拜託他 開價到多少 跟他喝了一個 就是聊天的時候 喝了一個啤酒 然後聊到吃的東西 聊完之後說 好像講了 他後來說 好賣你 就開了一個價錢 然後那個價錢就 我就他講了 我之後 你看來了三次 他講了價錢 我怎麼可能當奧客 不買也不行 然後可是買下去之後 就改變了我一生 怎樣 C位 他開了多少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萬五 一萬五可以啊 台幣 美國 美金啊 美金一萬五 那時候老婆 應該沒有跟妳去美國吧 當然沒有 快要五十萬 不然老婆是一定 把妳拉出去的啊 不會老婆如果有去的話 去一次 她就不會讓我去第二次了 對 不會有三過茅廬的機會 沒錯 結果後來就 就是我刷卡嘛 就是刷卡 刷了刷回來之後之後 然後回來 然後叮叮 然後你知道我老婆 就看到那個帳單 他還一直算 他想說那個 多後面多三個零 是點 是點 再錯位置 他說奇怪 他在銀行為什麼這個東西 點...你錯位置 沒有看過 真的就是這個價錢 結果之後他就把我的 卡片剪掉 卡片回收 剪掉 之後 我就只有付卡了 好... 那有多很濕 因為現在還沒有 像APP現在會通知你嘛 其實是通知 以前是要得到賬單來 才會經濕 然後我自己的賬單 但是自己收嘛 然後付卡的原因是什麼 付卡就是 會通知老婆 沒錯 所以我才剛才講說 以前我自己有卡的時候 走路是開開的 對... 現在 你只能衣服在 然後跟朋友去唱歌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就上個廁所 一上個就跑了 我跟你講 隨便一下就爆啦 爆掉啦 是不是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 寂寞哥 你寂寞嗎 我必須跟你說我財務很寂寞 因為寂寞哥 你就從此 真的改變你的生活 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正卡 對 真的 到現在都沒有 因為他覺得 他覺得我會亂嘛 多少年過去了 大概十幾年 你還是對他是無怨無悔 還是其實有點後悔 其實我會覺得 我必須要就是說 那時候其實剛好 我覺得是一個奇蹟 我覺得人生裡面 總是要有一些瘋狂的東西 或是有一個特別的收藏 因為當下有很多東西 更貴什麼車子 面具的 沒有東西 其實面具的東西 是 以當時而言的話 你就是到那個環球影城 就一堆了 是 對不對 大概美金了 我剛剛就是把它當劍去看 美金都用十塊錢找 你更狠 我更狠了一點 你狠狠 我跟妳講 我比較怕聽到 見嚇的時候 你是直接奪門而出那種 我現在有一種 暗鈴老師的感覺 而且因為 暗鈴搶答 因為你老婆就在這裡 他會眼睜睜看著你 血淋淋的 像斷頭台那種 說我告訴你 我當年給你付卡 就是對的 不過他現在的心情 應該還想要 還有搏一波的感覺 對 瞇一下牌 看你開牌什麼 對... 所以今天他一定到就是這樣 他今天來陪你錄影 他就是要等著在那邊 微笑笑 加油 寂寞 好不好 是我們大家都很好奇 美金十塊找五毛的 他買到 美金一萬五千元 他到底跪在哪裡 是不是 他會不會是一個 你講完我怕我會跪在家裡 過去 機會有點大 因為這個價格真的博太大 我好怕你講完了 這個價格真的博很大 可是你要先見價了好不好 OK 來 我們見價一下 預備 價 八十萬元 到 Yeah 老婆會笑了 會笑了 你可以拿回正卡了 你的人生在今天大巡報家 改變 又轉回來了 這個 轉回來了 這個方基墨的 定裝人偶 它不是面具 它是定裝人偶 上網賣八十萬的話 是秒殺 因為在美國的所有的 所謂的DC漫畫裡面的英雄裡面 美國人最喜歡的就是Betterman Betterman 然後方基墨演的Betterman 跟另外一個演小丑的 那個 那個都是 那是絕版了 絕版了 而且它就這一個 就這一個 非常難 這個非常難 我第一次這麼想要收尾 幫節目座收尾 因為我想要看你們夫妻 可以來一個你知道 就真誠的擁抱 你可以向前給師母一個 真誠的擁抱嗎 就是夫妻可以在今天和解一下嗎 就是 你要真的沒有亂買 好不好 沒有 他自己有錄影的純正 真的 好棒 好棒 有一種大複合 有一種大複合 大複合的這種 很大 我覺得這種就大複合耶 真的 人生又轉回來了 我覺得今天真的超 恭喜藍波老師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是在這個節目裡面 可以過得到很多 是不是 過得到很多 福氣關係合結 我覺得人生又找到一個 新的出發點 YA 那就太好了 謝謝 謝謝藍波老師 謝謝 恭喜藍波老師 謝謝 太棒了